大家好 我是孟出 歡迎收看Love Kitchen 今天要教大家在中秋節 我們一定要煮一個甜湯 那今天要教你的就是 異國甜湯料理 就是香港的羊汁甘露 一開始呢 我先介紹一下食材 我們今天有這個西谷米 它這個煮的時間就是 滾水下去煮十分鐘 我們就是要運用這個煮十分鐘的時間呢 來把這個甜湯把它完成 然後煮的時候呢 我們一定要用湯勺 然後我們下去給它做 把它做攪拌 好 接下來呢 這是我剛剛挖了一顆的那個葡萄柚 然後我們先把葡萄柚放進來 好 然後把它剝成一塊一塊 把它剝散 葡萄柚放進去之後呢 第二個步驟 這個是六顆的白香果 來 一樣 倒進來 好 接下來呢 我要教大家怎麼樣 快速的剝這個柚子 就是你可以先把這個柚子 先稍微把它 按壓的一個方式 然後讓那個膜跟 它的那個外皮 整個是 整個是完全脫離 然後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從中間 從中間的部分把它切開來 然後這樣子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它非常的簡單 然後我們再開始把 把這個肉開始把它脫下來 也是一樣放在這個甜湯的裡面 好的 我們柚子過完了之後呢 再來就要教大家怎麼切芒果 我們一開始買到芒果 它是橫的嘛對不對 那你就轉過來 是讓它整個是完全這樣直的立起來 然後你的刀子呢 你要因為剛好那個 直的部分就是剛好靠近 這個 靠近頭的部分 然後呢 你就 開始 順著把它切下來 然後我會把 這個皮貼著 貼著這個砧板 然後刀貼著 芒果的皮 這樣的話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果肉啊 它才不會剩 剩非常的多 才不會有浪費 然後呢 我們就要把這個芒果 把它切成丁 比較難切 部分呢 我們就要把它打成鍋膩 那剩下的呢 你削不完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 把這個汁 把它壓出來 然後我們就把水加入 把它稍微蓋過就好 那接下來我們的糖呢 我們就直接把它倒進來 然後根據大家的喜好 然後看你 你喜歡的甜度有多少 那我自己放的話 大概是放100克 100克的砂糖 好 然後這時候 跟著芒果吃下去 打到外面 你看喔 完全的沒有顆粒 這樣就可以了 好的 接下來呢 我們的芒果泥已經打完了 接下來 我們要把它打開來看 非常的 濃郁 來大家看一下 那我選的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我選的全部都是 軟性的水果 對 因為 因為我們在喝甜湯的時候 最好是 讓它的口感 盡量是完全的一致 好 放進來 放下來了之後呢 來 接下來我們要倒 倒入我們的椰漿 椰漿半罐 然後 奶水 一樣 半罐 倒完了之後呢 然後我們開始把它 攪拌均勻 接下來呢 我們的西谷米 十分鐘後呢 它已經完成了 那像如果我們是現在要吃的話 我們就直接把它放進來 然後開始把它做一個攪拌 好 我們甜湯完成了 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試喝的時間 接下來呢 試喝給大家看 到底好不好喝 嗯 嗯 哇 它咬下去 真的那個 層次的口感 真的太好喝了 我跟你說 你煮這一鍋 跟著孟主煮就對了 我跟你說 你的朋友 絕對在中秋節 馬上愛死你 好 接下來呢 話不多說 接下來我們就 我們要去喝甜湯了 好 謝謝大家的收看 下次還有更多 更精彩的料理 要介紹給大家 那如果大家喜歡 我們的頻道呢 記得 按 分享 然後點閱 然後並且幫我們按讚 謝謝大家